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г.com 具书造型的滑梯 可以攀爬的秋千 埋在地下的蛋床 这个平台公园占地1.8公斤 最大的特色是建在污水泵房上面 它的出现与渠务署的改善工程有关 为了应付东九龙未来发展而增加的污水量 渠务署展开观塘泵房优化工程 就在我们旧有的观塘污水泵房旁边 兴建了一个容量约为一万六千立方米的地下污水条 用来临时储存在我们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 在繁忙时段未能及时处理得及的污水 我们的工程团队就兴建了一个园景平台 用来覆盖在我们整个地下污水的调节池 和一些污水的设施设计概念 就是好玩、自然、实现一地多用的目的 公园分为五个游戏区 融合空气、大地、天空、水和阳光 五个自然元素 面积最大的游戏区靠近海滨 设有观景平台 看到开阔的维港海景 和启德游轮码头一带 有传星筒 不同玩法的鲜钞 这里的玩乐设施比较创新 重视感官探索 这个陈陈转的设计更以达置共用为目标 有一个斜坡道 让轮椅的使用者都可以推到上去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设施 其实是可以固定了那个轮椅 轮椅使用者玩起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这个玩乐 有小木屋 风车 设施相对迷你的游戏区 为两岁或以下的幼儿而设施 这里有高低起伏的小新幼 提供更多攀爬空间 训练幼儿的四肢 滑梯的设计短而阔 方便家长和幼儿一齐平排滑下来 连同七色音乐敲击馆 从视角、听角和触摊等等 多方面刺激感官 这个游戏区的主题 包含天空和大地两大元素 有云朵造型的凳凳 单挑圆盘 渠管迷宫 其实小朋友玩这些设施 就像弹到上天空一样 可以尽情地揮发他们的汗水 游管迷宫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玩木里里 可以结交不同的朋友 贯彻一地多用的概念 远景平台的每一处空间都几乎用尽 连接平台上盖和地面 有多条斜道走廊或楼梯 比较长的这条设计以阳光为题 游戏区有彩色遮音棚 当阳光照射到玻璃天幕时 地面会折射出彩虹 成为天然的打卡位 又在斜道里面 加入健身单车 和攀岩阵等等设施 展现活力 另一边的走廊一半是楼梯 一半是滑梯 设计希望利用地势 透过速度感 令到原本沉满的通道变得有趣 并且可以瞬间来到另一个游戏区 圆球里地奔迷 这里有整个公园最高的滑梯 想要到顶部 要经过重重盛网 动木装 和吊桥 值得一提 就是我们这个设计 其实是由小朋友去设计 家长去改良 设计师去深化和工程师去落实 这个泵房上面的乐园 还有本港公园小友的稀水设施 这些稀水用的水是一些食水 用完的食水之后 它们玩完之后也会收集 经过处理之后 也可以用完整个圆景平台 一个淋花灌溉的作用 其实污水设施这些燕户 而由必需的基础设施 其实是可以与社区共用的 这一个泵房公园的示范 打破我们市民 对污水设施厌护和佛味的印象 同时也可以令到他们明白到 他们不同市民的需求 其实是可以得到平衡和满足的 在沙方公园小喝 在两个月中心里 要让你线一片 汽水设施厌护和佛味的